臺灣的區域可能會發展的 一直是我們重要的施政目標 對臺東的民眾來講 推動重大的基礎交通建設 實現行業和正義 更是所有議題中的重工之重 就如同我剛才講 讓返鄉跟國內外觀光客方便 來到臺東也要讓出外工作 面書及就醫的臺東人往返治癒 這就是我們今天來到臺東的主要目的 剛才從杜局長的簡報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 臺鐵為了提升服務的品質和行車的安全 無論是採購新型的客車 打造客棧以及車廂的友善空間 推動安全管理系統 臺鐵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辛苦 其中臺東幾乎段的升等 更可以滿足未來開工的鐵路運量提升後 運輸及車輛檢測的需求 從剛才武局長的簡報中 可以了解面對花東車票 一票難求運能及效率不足的問題 花東全線鐵路雙軌化 絕對是重要而且是有效的解放 行政院在2021年4月已經正式合併 進行花東地區鐵路雙軌變速化的計畫 這個計畫也已經納入成安基礎建設計畫 我們在積極的進行當中 我們預計在2027年10月 可以達成全線公車的目標 所以在這裡我要謝謝我們莊東部各位同仁的付出 為了執行這項計畫 也要維持現有的單線 花東線的鐵路正常運用 甚至必須要在夜間價值施工 所以我也要拚勵大家 除了全力投入工作 更要確保公安 讓工程無期無知安全的廊塵 讓我們大家一起為臺灣的鐵路運輸的進步 臺東民眾以行的正義一起加油 謝謝 謝謝大臺